就是这个函数是用Worksheet Function来做出来的 那里面的话怎么取用 那这个地方的话用的方法 我把这个贴上好了 直接改过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我们中间的部分 其实除了中间以外的东西都一样 差别在这个地方 Application.Worksheet Function 再点什么呢 FV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地方 是用Application里面的 叫Worksheet Function 去找去使用什么 Excel里面的函数 也就是说在VBA里面如何取用 Excel里面的函数 其实就这一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前后都一样 差别在这里 但是你会想说 哇老师这么长一串 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实做出来 那也不用背 你最重要你只需要记一个 Application 后面呢 其实它都会自动出来 那怎么自动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也可以看 基本上 如果说呢 你已经打了一个Application之后的话 其实后面用点的就可以了 点 你这边可以用 Application 记得这个 这个物件名称 我建议你把它背起来 因为太重要了 因为它是 Excel VBA里面老大 Application 因为它是所有里面最大的 就是指的是以色列自己本身 电什么呢 你打一个W 如果你不会背的话 没关系 不用背 打一个W之后的话 它里面呢 就会出现什么W 再一个O好了 Work Shift Function 有没有 就出来了 实际上 大概打一个W 就出来了 那你只要记得 它指的就是说呢 工作表里面的什么呢 公式 按空白线 再点 背个键之后 点下去之后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在Excel里面 所有 大概250几个函数 通通都在这个列表里面了 也就是说你要存取里面的哪一个函数都不成问题 比如说其中的 像我们前面用过的 比如说像V6函数有没有 VLOK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V6函数这边也 也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把V6函数拿到VBA里面使用 但是使用的方法又不太一样 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 那我们要用的是FV 所以你打个FV 有没有 有这个 然后钱瓜糊 至于呢 里面要放什么参数 其实跟在VB 在那个Excel里面都差不多 那所以第一个参数 它说R1 S double 你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其实就是这个 第一个参数就是 要给他什么 给他那个A4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锁单边 那怎么办 其实这个道理跟刚刚一样 请你用什么Sales给他 那他锁A 对不对 所以记得 锁的这一边一定就是A蓝 那前面这个地方用I来代替 不锁的地方用I 列用I 然后如果是蓝的话用J 那这边用 OK 第一个参数指的就是他 逗点 第二个指的是什么 B3 B3用Sales代替 锁单边一定是用Sales 然后呢 它一定第一个是三列 固定的 然后呢 是B蓝 不过B蓝不固定 所以用J来代替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其实最大关键在这里 他可以用J 但是刚刚那个地方 不能用J 所以 应该 最关键点就在这里 就是他这个地方可以用数字 这个地方 不能用数字 所以必须借由他转换 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看个人习惯 你们真主一下 如果反正你至少就记至少一种 逗点 第三个是什么 零嘛 第四个是什么呢 两边都锁 负的什么呢 range 有没有 我讲过嘛 如果两边都锁的话 那你就用range来代替 B1 后刮弧 好 答案就完成了 好 点开来看一下 程式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的话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打一个application 点 worksheet function 后面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它就会自动抓到 Excel里面的所有函数 也就是说 Excel的所有函数 通通可以在VBA里面实作 但是 最大的差别是 你要把这个观念 转成这种观念 这个可能就是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点 我讲过了 如果两边都锁用range 锁单边用sales 没锁的部分用i或j来代替 其他就OK了 好 试一下 如果这样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输出 它一样会跳出一个 请输入存款金额 个时百千万 十万 按一个enter 结果输出了 不过输出的结果应该都一模一样 但是 如果你用walksheet function点下去 上面是输入一个值 它输入的是一个值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刚刚这个 虽然输入的结果是一样的 个时百千万 十万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 但是输出的是什么 一个公式 有没有 OK 所以两个输出的结果 是不同的 但是 以我们实际上需要的东西 你说 我只要看到上面数字对就好了 我也不会去管说哪一个是比较好 所以两者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简单呢 这个简单 还是这个简单 还是都不简单 应该都不简单吧 OK好 所以 最大的关键就是在 上面这个部分 它没有办法 变成数字 这个地方可以 这个的话 存取的时候 是需要利用 application worksheet function 好 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程式 在云段上也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一般的书籍 坊间比较多 VBA的书籍 是用第二种方式 而且大部分讲到 也都是用worksheet function 用worksheet function 可是我觉得 这个方式的话 当然各有优缺点 我觉得 看自己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以那个 你只是想要简单输出的话 或许第一种方式 导致不思维一种 简单的方法 因为它也是 也有点像延伸 我们前面的列 就I 然后多一个J 那J比较麻烦 就是转换一下 其他都一样 它的好处就是说 动态的帮你输出公式 OK 哪一种比较好 我想自己再多去 try一下 那你的 工作里面 我想应该会遇到很多 这种类似的状况 可能会 不只是一个I 但如果同一列 那比较好解决 但如果又有 列又有蓝的话 恐怕 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到 像worksheet function 的这个 这个属性 那去抓 那个 Excel里面的 某一个函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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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